在我国广大职工中,有不少文艺爱好者,在业余时间里,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。 和纺织女工汪女一样,有许多女孩子喜欢舞蹈艺术。 在工人文化工的舞蹈班里,有专业教员为他们辅导。 老会计师范雪竹热爱音乐,他是业余乐队的低音提琴手。 这位电工叫唐新华,你能想象出他在舞台上的风度吗?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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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修工于广为 既是声唱能手 又是好歌手 他演唱的是 新学会的台湾名歌 麦汤圆 汤圆有缘 要吃汤圆快来买 吃了汤圆好团圆 汤圆汤圆买汤圆 买了一部只怕要买完 汤圆汤圆买汤圆 买了一部只怕要买完 绘元灾圆 содерж了一部暂 хорош ==== faculty